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二女学生被父母推着进急诊室 整个人就像骷髅头只剩32公斤 医师检查发现她营养颜虫出问题 贫血 肾功能坏掉 诡异的是她手毛 胡子密布 甚至有如男生的阴毛长到肚脐 仔细询问她才经曝伤心真相 急诊科医师甜之学在医师好辣节目中分享 某天急诊室来了一名19岁女大生 坐着轮椅被父母推进诊间 要求医师赶快帮她打营养 经见一个很像骷髅头的女生 身高165公分 体重却只有32公斤 一看就像试验时 营养出问题 仔细检查 发现她贫血 肾功能坏掉 确是酸的 就连电解质也不平衡 女子自述肚子不舒服 医师与她对话的同时 发现她脸色阴皮显而苍白 且胡子挤手毛密布 拉起衣服替她检查腹部时 竟发现有如男生的阴毛长到肚脐 皮肤外观有如男生 她才接着说生理期 已经长达半年没有来 医师紧急会诊妇产科及身心科 调整厌食问题后 才意外地知她背后隐藏的伤心真相 女大生因为承受太大打击而暴受 间接导致卵巢早衰 恐一辈子不孕 田之学说 女大生一年多前被男友狠甩 原因竟是男友爱上她的男性好友 惊觉自己的情敌是男人 对于才19岁的她来说实在无法接受 失恋的重大打击让她伤心欲绝食不下咽 导致月经半年没来 索性后来努力地请身心科医师帮助她调整心情 并用点滴补充营养帮她长肉 田之学接着解释 但可惜的是女大生的卵巢因为衰竭问题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很像男生 她19岁就注定不孕 开始面临骨质疏松的问题 振兴医院妇产部医师李伟昊指出 女性在减肥减重时需特别注意 若是减重速度太快或是减重过度造成体重过轻时会引发体内荷尔蒙失调 最常见的状况未腺醋性腺激素分泌不足的性腺发育低下症 对女性来说就是卵巢开始丧失功能 导致月经粮过少 甚至无月经状态 此疫情景也可能出现在压力过大的女性身上 严重者会造成卵巢早衰 不孕 进而使更年期提前产生 并产生早发性骨质疏松症 医师指出 女性压力过大也可能导致卵巢早衰 万方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雨琪表示 会出现卵巢早衰大多于遗传 患有免疫疾病 环境污染以及压力有关 随着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 以及环境荷尔蒙的影响 这一两年来 门诊应卵巢早衰而求诊的病人已上升二三成 一般妇女停经岁数平均在四十八五十二岁 若卵巢提早衰退 卵巢将停止排卵 造成不孕 而死激素急速下降 会出现荷尔蒙缺乏的更年期症状 长远来看 卵巢早衰患者比一般妇女提早了十年左右的老化 将严重影响心血管 生殖蜜尿 骨质疏松及新陈代谢异常以及早发性失智症 因此出现暖潮早衰还是尽早就医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